如果你行一械政策,就会人口不断下降 经济的动力就会减少,养老的负担就会增加 长远这个国家会 怎么解决呢?我不是那些宗教原教旨主义 要将避孕变成违法 我不是的,我说你生够两个才让你允许 你没生过就不买人兔给你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继续是威威和施老板,施老板欢迎你 是,大家好 最近有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内地公布人口普查的调查结果 人口老化的情况很严重 差不多就来19%的老人家了 你对整个,有什么启示对我们的投资者 我们应该注重什么 这个调查结果公布之前 社会上已经有一些传言 好像是不知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回纽约时报 好像说会跌破14亿 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见顶 他们认为人口见顶代表中国的人口红利 就会独占减少 人口会不会见顶呢 我自己觉得 中国以前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就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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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人口早点见顶 所以人口见顶呢 是中国政府原先就想达置的目标 一对夫妇两个人生得一个 当然越生越少 所以就是原先他由一孩政策慢慢变成 如果你夫妇里面有一个独生子 就让你多生一个 初初就要两个都是独生子才多生一个 后期就单一个独生子也可以多生一个 到渐渐就准备生两个 那其实是放宽的 为什么放宽呢 就是知道就快见顶了 就是我相信 中国政府是不想见到 总人口急剧下降的 如果一个国家总人口急剧下降 如果你走一孩政策 就会人口不断下降的了 那么你的经济的动力就会减少 养老的负担就会增加 长远呢 你可能这个国家会灭亡 越生越少 断子绝孙 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很惨 好像南韩 都没有一孩政策的 他连一孩都没有 都好像0.8多而已 就是大部分不生 生的都生到一个左右 那这个就很危险的 那中国会不会这样做呢 我认为 就是发达地区呢 都很有机会这样做的 以前因为农民呢 当然生多几个儿子 落田帮手 耕田啊 除草啊 淋水啊 都要人手的嘛 多几个人 你就可以叫他 上山斩柴 放牛 采中药 增加收入嘛 養猪 養鸡 那 所以以前呢 就尽生的 生得多 那个家族 就会轻旺的了 到去到工业社会 你不是生就有用 你生的叻仔 读完大学就有用 哇 工理读大学 香港之前都说四百万 现在好像说七百万都不够 哇 那很大成本的嘛 就是生一个两个 就集中力量培养 好过生 十个八个到处走 带来父母的负担 所以个个都生少了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有了避人药啊 避人套啊 那将我们祖先的安排 破坏了 其实我们的祖先 很会想的 就在我们的DNA那里 然后呢 就埋了一些密码 密码呢 就是鼓励你做爱 鼓励你生育的 你如果有性行为呢 你就有快 等有高潮 等你落极忘形 啊 就都不记得说 生个儿子 原来这么难养啊 那就是晚生的 我记得英女王啊 英国有个叫做 波尼女王啊 有一生人啊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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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生 生了生 这个女性的天职 就是为种族 炎灼 那现在呢 就有了避人药啊 避人套啊 哇 人类呢 就大逆不道啊 将 祖先的安排呢 就破坏了 以前 不到你不生了嘛 那个 不知不觉又生了 现在呢 就 拿到性的 孤明 高潮的刺激 但是不需要承担生育的后果 就是 你不 这个呢 是最大的问题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 个人主义泛滥 个人主义 比如女性认为 身体是她的 她有自主权 有权不生 有权喜欢女孩 避孕啊 堕胎啊 全部都是 是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那 你就可以不生 生 不小心有了 都可以弄掉她 那这个呢 就是造成 就是 人口老化 生育不足的原因 我自己认为呢 不解决这个问题 是长远解决不了的 那 怎样解决呢 我不是那些宗教原教旨主义 就是要把避孕变成 违法 啊 堕胎 现金 我就不是的 我说 你生够两个 才让你用 你没生过 就当处方药 不开避孕药给你 不买避孕套给你 啊 这样呢 就 起码 每个人生回两个 当然你说 哇 这样嘛 損害个人权利 但是 你要知道 一个人 个人 生物 所有生物 都是个体的生命 会死亡的 有时限的 能够延续的呢 都是 species 就是品种 种族 也可以延续 所以 人呢 就不可以 只顾个人的生命 还要顾种族的延续 种族的延续 是 比如 所有 应该大部分的宗教 都是鼓励生育 反对 避孕啊 反对 堕胎啊 那些的 那 所以 这样的做法 不是不对的 是整体利益 而已 去看看去到什么时候 去到你人真的很少的时候 可能就要出门了 这个是 中国 面对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 暂时 还是 年轻力壮的人 平均年龄 好像38岁多 那 而 为什么老化呢 就是老的那些 现在 没有那么容易死 就是 所以 老人的比例 会增加 但是 我自己也主张 中国应该 着手 放弃 生育方面的限制 能够生育 就比他生育多些 经济能力强的 懂得教育子女 就比他生育多些 那 我认为 暂时 中国的人口 红利 不是 在数量上 而是在质量上 中国 现在 差不多 大部分人 都不会文盲 就是 大部分人 都读完初中 读完大学的 大专 那些 都有 10%的人 读完大专 那 中国人本身的 智慧 是不差的 突然间多了这么多 有高学力的人 我们 这个 现在的人口 红利 就是由量 变质的问题 接下来 中国的竞争力 就是 这批人 解放后 出生的批人 基本上有教育 有知识水平 它们 合在一起 令到中国的 科学的进步 生产力的提升 都会是全球最快的 所以 所以 接下来 应该要面对 中国的人口 红利 在側方面 而不在量 那里 明白 我想问一下 譬如在将来 我们 人口老化 其实对房屋的需求 是不是 不是那么大 就是我们在讲长期间的话 老人家 或者是 生少了个儿子的话 其实 不会需要那么多房屋 是吧 你是楼的专家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 或者不需要那么大 人的高量是房屋的需求的基本 这个是说住宅楼 但是 亦都有住好些的需要 譬如香港 你现在大部分人在住 一个家庭都是四五八尺 那如果变成 一个家庭住一千尺 你需要多一倍房屋 那现在中国大概 一个家庭住一千尺左右 但是有些地方住得大 一千尺 那他也有二次折耳 改善居住环境 改善新的 就是多些设施 多些配备 譬如现在有物联网 IT 那你不一定只是供应菠萝包 你还可以供应不同的美食 就是 不是吃饱就算 就是房地产 是人的基本需要 除了给你住之外 还可以给你住好些 那你有一个新的产品 你就取代旧的产品 等于现在 你去大角咀那些 唐楼 那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住的 他有条件 市区重建建那些更漂亮的 那地产 那地产 不会完全没得做的 不断地更新 明白 我的意思 那人的社会的进步 那对房地产 需求也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精致 这是一个趋势 但是我的问题是 人类越来越进步的同时 人口老化对房屋的需求 会有什么变化 现在的问题 不是人口老化的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 人口流动的问题 现在中国 譬如东北 人口调查 我手上没有数字 东北是人口流失的 广东省是流入的 是的 你去海南很多东北人 在那边开车 找工作 到服务业 那他以前大陆有户口制 没得动 现在大陆都相对自由 那你找到工作便可以走 所以东北有四五个月 是冰天雪地 那些人便走去好些环境的地方 现在是有人口流入的地方 楼价就上升 即是发展前途相对暗淡的 那就走 所以你说人少 现在是人走的问题 但是生少些 每年变化很少 但是流来流去 譬如深圳的卡纳文力很强 所以楼价就上升 所以你现在去研究 生少些有什么影响 你不如研究一下那些人走去哪里 现在有些人多数都是走向大湾区 是啊 真的 广东省很多 是啊 所以看这个比看人口增加 明白 多谢莎莎老板 嗯 多谢莎莎老板